環瓶不是一個用法律來阻止你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的一個手段 對不對 我們的環瓶是從國外來的 對不對 國外環瓶好像不是我們現在這種做法 說大家要不要做 這個單位就退後給環保署說 或者環境單位說做個環瓶 如果環瓶不過了 不過了 你就環瓶來決定一切 似乎也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也是把它是不對的 某種程度也是可以說你這個業務當然是一個限制 環瓶就交給委員 環瓶如果真正來講的是非題 那只有說環境的法律 比如說你排放這些問題對不對 是透過法律 只要違法你不能做 現在環瓶就變成最後結戰點 他是說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替代方案可以執政去考慮要不要一定要這樣做 比如說你們說花東的問題 如果大家的價值就認為說 花蓮人回去 就算他過年回去這麼又一次 也是價值的話 那就去做嘛 那他遇到的問題就要克服 因為他不能說你去環瓶說我就不做了 就不做了 現在已經操作成這樣 現在已經操作了 環瓶已經做到一個決戰點 這邊大家就利用環瓶來講 你看委員怎麼當 委員變成很難了對不對 對 走出來一定被罵得要死要死 所以現在還有很多 剛才一看說他認為 現在的中市沒辦法 就是有一些普通經濟 他認為現在的 就是台灣經濟的辦法發展 有一個部分就是被環瓶的氣氛進去 他可能都可以用統計資料 就是說其實不是一二方 因為台灣過了比沒有過了多太多了 那只有幾個案子 誇張的案子才被拿出來討論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政府 我們這些資訊 我們要去了解就是這個樣子 有時候每個人都挑自己想要講的話去講 對 可是很多真實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去弄清楚 沒有管到政府的資訊也不公開 可是因為台灣人 才是以選民選票結構來的本質嗎 並不是真的 就像剛才那個工學講的 全世界都用選票 對 就是 可是我們台灣比較 對 就是沒有提升到 比如說 最後政府就說民粹嗎 對 那我剛剛講是關粹 哪有什麼民粹 對啊 就是因為政府看了人民 為了要符合人民的意望 他都決定 所以對我來講沒有民粹只有關粹 你知道的意思 人民他有決定什麼 人民表達我不爽而已 可是政府馬上就 如果給這個不爽對不對 還是說 講話大聲他就用那條路 這只有關粹沒有民粹 希望大家晚上還睡得著 我之前看到一句話說 判斷一個社會健康的程度的標準 是看他們如何對待那些最弱勢的人 然後我覺得雖然政府當作不是我們 其實我們大眾也是普遍的都覺得這個 我們當作是錯的 所以我們還是很關心那群人 然後覺得像有些人覺得好像學生病不是那麼重 我覺得公民參與這個東西是要被啟發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是大家去鼓勵身邊的人 多多去發言去討論然後去參與 還可以再讓我們想像中的那個社會更靠近 對啊 所以就是政府的用心吧 那政府把它做很爛的你就會決心 如果政府做得很好 政府做得再爛了 沒有革命政府都會存在 大家看得非常誠實 非常社會的 非常世界 我們傳統文化裡面是什麼 小孩子是有耳無嘴的 對不對 這不是我們的傳統文化嗎 所以學生跟家長關切的是什麼 是一本多綱還是什麼什麼東西啊 是升學方式啊 你說城市 國家建設是根據大家的願景來的 你說我們誰從小有過什麼願景 沒有 那當然就是 教個別的好像都不關我們的事 我有一個想法是 我覺得我們台灣太多 就是我不確定這個東西 就是華人以來的一個前置思想的手段 就是他讓人民很忙 比如說你 比如說學生 學生在忙著升學 他每時間去 顧客業來不及 他每時間去討論社會 政府沒那麼厲害 那 然後那 勞工很好 他可能晚上工作 工作到七八點 他回到家 他是想睡覺 他不會有那個時間去討論那些事情 我覺得就是 台灣真的是需要一個把公司 就是很明顯的壓縮 我覺得是需要有閒的人民 才會有一個要進步的社會 那本來也是啊 如果你這社會 大多數人其實就是沒有辦法吃飽的話 你不可能沒有吃飽 好不然我們大家坐來這邊談這種事情 我相信啦 哪路人沒吃飽才會革命 不過你還是 他是讓你 如果你努力工作甚至加班的話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吃飽 如果你剛剛講的 如果拼命工作都吃飽 那就革命來了 還有一種改革 他在一個 飯店這些事情 但是因為這個 真的要 就是 眼睛眼睛 你知道 變成 過來台灣 因為他要輕輕消滅 因為我們 我們是記得 其實我們是 也看著我們 的利益被人家拿去 所以 我們是在昨天 都會有問題 我們現在要 但是 其實這個事情 變得跟我們有一點關係 對 對 因為我們不覺醒 或是改變想法化 那我就是認識到孩子 可是 沒有辦法去 就是 我覺得 度數更新應該是 這個程式本來就需要 因為他就是 其實這些程式都在更新嘛 不死不克 只是我們現在那個方法是錯的 我們現在方法叫做 建商式的度更 我們現在方法叫做 農機式的度更 就給農機 建商拿掉就跑掉 對不對 你不在講嗎 講很多事情都這樣啊 民眾住進去才發現很多問題啊 那建商就跑掉了 政府認為他做這個事情怎樣 那所有的意思就是說 我一直在主張 就是我們要度更 可是 我們現在政府 這一套方法是錯的 就是 包括SOP都沒有 那你那個講法是 有趣的啦 就是說 那這些大建設 那當都更我才可能參與嘛 對不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反對都更 沒有沒有反對 只是我們現在這個都更是 請協士 已經請那個財團 你看 那個他的容積誰賺走 財團 我們不會得到好處 你說一瓶換一瓶 你賺到嗎 你都可能要算一算 如果你家裡在這一區的話 一瓶換一瓶絕對虧嘛 你本來十分四分之一 你有一天變成二十分之一 你的土地稀釋耶 那我們的土地 房地產是土地越來越貴 房石越來越便宜 結果你一瓶換一瓶 是不是 把你下一代的 機會都 喪失掉 所以大安中正 我都覺得 都應該是把四層的 都蓋四層啦 所以你就擁有四分之一 你下一代才可能在 留在城市裡面 如果像 你剛才提的 對不對 政府協助這個居民 組成一個 類似像 工作房一個 都蓋的區域 對不對 有組織的 把大家的意見 講 就不會有什麼 在日本又這樣 日本是說 你要都蓋對不對 政府幫你找個 專業的建築師 把你們這一群 弄一弄 如果達到人數 再找建商進來 那前面這個是政府出錢 幫大家出錢 兩百萬 找個建築師 就是陪大家討論一年 然後提一個計畫 那如果有可能的話 那再建商進來 幫大家 所以建商是來做營造 他來做營造跟賣房子 所以他有沒有利潤 還是有啊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才會的建商 是一開始就進來 他是實施者 所以他為了取得土地 那就是我們今天看到很多 奇奇怪怪的方法就跑進來了 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的都根是全世界 不一樣的 我們叫建商市都根 龍基市都根 那不是叫建築改造嗎 建築改造惹的這個城市會被癢癢的 我們這個城市 將武尼院 對那個城市有貢獻嗎 何時而累才把那個城市改造完成 不可能 日本稱這個叫做建築改造 都市更新就是像六本木 它本來有一個很大的區域 像火車站地區 對不對 那個才需要都市更新 政府給一些條件優勇 可是 我私人要蓋房子我幹嘛 那關這個 對不對 那個叫做建築改造 可是我們現在整個台灣都 把這個東西都弄成 混成一團 那最很難做就是說 建商的利潤太高 可是那個風險太高 利潤太高 這個社會這個付出很大的社會成分 紛紛勞了 那我是不看好 我是不看好 就是說我們大概前台灣 你看 我們現在花多少信力 在討入台北的杜耕 我在猜五年十年後 每年杜耕幾根跌 那如果像討龍兵講的 台北市這麼多黃紙地震 來不開一集 那二十年後還是一樣 那政委有沒有做事 我覺得好龍兵如果講這句話 他就要提出一套 他就要提出一套 真的能夠改變這個城市的杜耕版 現在這一套不可能 老師請問一下 我現在換了一個新的副市長 江青二說是專門搞這個杜耕 你覺得他可能會帶來一些新的同事做法嗎 我倒比較期待他在社會住宅方面 有一些或是打包房價 有一些積極的貢獻 他有機會讓社會住宅好好地做幾個出來 他對杜耕我是沒有什麼期待 因為那不是他能夠做的事 是整個機制已經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他王家能處理嗎 不可能 你覺得他好像說他要找NGO的人來做報紙上台 所以我不知道老師覺得他這樣 他的社會住宅 他的房價政策或許我們是期待 杜耕我就覺得就祝福他 我們看了這個 好像舌蘭那邊的數據 像舌蘭這樣子的 也算是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 住宅的自由率這麼的低 這邊相對於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對於這個住宅來講 考慮來講 似乎都是從這個經濟產業 不是從 要解決一個人住的問題 為主然後讓他這樣再推去這樣配合法 這個沒把握就才變成說 所以你看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 犧牲環境品質來追逐你的房子 像荷蘭你不同階段就住不同房子 因為不三五十都有新竹那麼多 他像我們這種 當教授在荷蘭都是住社會住宅 我們就是想說有土司有財 這個人在故事裡面不要做這個活 那個會付出很大的 有年輕人結婚為了那個房子 然後整個生活品質都不見了 對不對 那孩子長大也沒有得到好教養 你說 你不如就是租個房子 那對不對 陪陪小孩 對不對 那以後付出的社會成分 然後也都變得比較小 這其實是整個國家政策要去做 社會住宅不是為了 大家都把它講得很負面有沒有 其實不是 它其實是在讓這個社會 大部分人未來能不能 花比較多時間在思考 而不是為了去養那個房子 我們不想做這個 那是那些房子 我會做這部 我會做這部